哈喽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黄慧玲老师 来 现在进展到我们的第三部分的糖尿病 哇 第三部分那当然前面几部分的同学们都已经记得很熟了 例如说糖尿病的判定标准 空腹血糖值要大于多少 是126还是200呢 答案是126mg per DL 对不对 那么如果是OGTT呢 可服葡萄糖耐量试验 这时候是第二个小时的血糖值 是不是大于等于200mg per DL 好 所以你在每次上到糖尿病的时候 这些都要在同样的头脑里面重复的再跑一遍 那等到上完第四单元的时候 你当然全部都背手咯 好 来 那第三部分呢 我们要上的是糖尿病的治疗原则 很重要我们专业的营养师 来 营养师还记得吗 Di-T-I-E-T-I-T-I-A-N 好我们专业的营养师当然就要知道营养处方 那么糖尿病它其实是正常健康的饮食 可是它的糖类的质地或是它的量 要做适当的修正 随着它用胰岛素或是使用药物上面会有不同的应变 好 所以呢 我们在后面还会上到说 糖类它跟血糖的相关性 好 例如糖类大家都知道 有的糖类纤维比较高 那有的糖类一下子就会让血糖窜身 所以在糖尿病患者来讲 选择适当的糖类很重要 那么糖尿病并不是全部都不能吃甜的 量很重要 如果说实在是没有办法自克制想吃甜的欲望 就可以使用合格的甜味剂 意思是说它有甜味 又不会让血糖快速窜身 那当然糖尿病的治疗很重要的运动 运动可以帮助葡萄糖进入细胞 可以降低IR 哦 出现专家名词了 IR 第二型糖尿病 它的病理基转里面 常常都有IR 胰岛素阻抗 意思是说 葡萄糖 它没有办法进入细胞里面 并不是因为胰岛素不够 而是胰岛素的敏感度不够 所以它没有办法去传递讯息 没有办法让葡萄糖运输蛋白质 哦 出现了 GLUT Glucose Transporter 转位到细胞膜表面 对不对 细胞膜表面 那转位到细胞膜表面之后 它才可以去接收葡萄糖 那我们的葡萄糖 才可以顺利的进到细胞里面 好 所以运动真的很重要 来 首先 糖尿病的治疗原则 重要的观念 它一定是终身治疗 因为这种病不当心 不当心的意思就是说 今晚绝对没有办法治疑 假如说有一个人告诉你说 哦 糖尿病可以医的好哦 那么你就可以预测 这个人应该是下一届的诺贝尔奖生理医学奖 真的 一定会得奖的 但是呢 有另外一个可能 啊 他是骗子啦 所以不要相信他 好 可是呢 虽然没有办法医好 可是 这是可以控制的 控制分成四大部分 第一个 饮食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重要 Diotician的重要性了 好 营养师 所以我们在台湾 有糖尿病 照护王 营养师在这里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第二个 规则 规律的运动 哦 还记得 之前说 哎 建议运动要一天 一百五十分钟 还是一周 哦 一周大概要 大于一百五十分钟 中等强度的运动 那 当然 血糖的控制 药物也是很重要 所以 不要因为说 哎 好像吃药物呢 肝肾都会坏掉 可是你如果不吃药物 血糖没有办法控制好 持续高血糖 那这样才真的会造成组织的损伤 好 再来第四个 持续性的胃教很重要 真的 就像说我们本身保健营养系的同学 你现在分量还记得吗 虽然你们上完了营养学 可是分量还记得吗 嗯 你会每次在吃饭的时候 去思考一下吗 来会的举手给我看一下 哦 都没有人举手 对啊 所以 这个持续的胃教 真的很重要 你一次一次的强化 然后 他就是 看到食物 自然就会反射性 知道说 哎 这个分量大概是多少 然后大概要怎么控制 好 所以糖尿病治疗的目的 改善典型的症状 哦 典型的症状 有说到三多 对不对 多吃 多喝 多尿 体重减轻 一少 这个就是所谓的三多一少 那老师有跟你们说 英文以药剂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来考验一下咯 来 Polyphagia 是什么东东啊 来 班长回答一下 哦 Polyphagia 是什么呢 看起来 很像是 多时症 登登 老师答对了 好 多时症 来 再来 下一个 将 这个应该比较容易回答了吧 Polyureal Uureal 哦 看到后面 感觉上有点像尿液 来猜猜看吧 对 多尿症 没错 好 所以多喝 假如不记得的话 再回去看一下第二单元里面 好 所以典型的症状就是三多一少 一少就是体重降低 所以明明是这么多 然后但是组织的消耗量还是这么大 所以体重会显著的下降 因此患者会觉得累累的疲倦 然后容易感染 好 但是呢 你的治疗的目的 当然呢 使得它抵抗力恢复 然后慢慢的血糖控制的很好 所以前面说的控糖 还有稳糖 稳定血糖很重要 当然糖尿病 高血糖好像没有什么 但是 它的病发症 很重要 对不对 病发症是不是有包括急性病发症 跟慢性病发症 所以延缓它病发症的发展很重要 例如 低血糖属于急性病发症 还是慢性病发症 哦 这边 低血糖 低血糖 低血糖会昏迷 好像可能会死掉 哦 对 低血糖是属于急性病发症 急性病发症 好 那么糖尿病它的各项照护重点 首先很重要的控制血糖 血糖的控制 每三个月测量糖化血色素 糖化血色素 我们一般判定糖尿病的标准 DM的标准 是不是糖化血色素要大于6.5% 好 那我们控制来讲 基本上就是小于7% 那 吸血管疾病 通常第二型糖尿病的 常常会有高血脂 或是肥胖的问题 所以 量血压 很重要 那量血压 当然大家就都知道 之前要先休息一下 然后用做着量 每年至少检查一次血脂肪 就包括ATC 大家都知道总胆固醇 那还有好的胆固醇 HDL-C 高密度脂肪白胆固醇 坏的胆固醇 LDL-C 还有三酸甘油脂TG 所以一般现在健康检查 都会检测到这几个 那LDL-C 目前来讲 跟动脉周状硬化 心血管疾病发生率有很大的相关性 所以一般都会检查到这一个项目 假如血脂异常的话 每三到六个月 在追踪相关的检查 好 例如说呢 TC或是TG TC 或是TG 大于等于200mg 那我们就可以判定为 高血脂 那高血脂如果是TC高的话 就是高胆固醇血症 那如果是TG高 就称为叫做高TG血症 那血脂异常者 每三到六个月 追踪检查 那当然这时候就会有所谓的TLC 治疗性生活形态的改变 这个你们会在下学期的部分会上掉 治疗性生活形态改变 这个一定要备起来 营养师考试 你得考 但是我们好像在第一章有上到TLC 对不对 总淋巴球数量或淋巴球总数 所以这两个的缩写是一样的 可是它的意义是不一样 好那照顾的第三项重点 眼睛病变 眼睛病变 前面有提到 好像水晶体的水分会过多 所以会有视力模糊的情况 嗯没错 所以当有视力模糊的时候 要注意接受视力检查 还有眼底检查 那糖尿病的肾病变 发生比例很高 所以每年要检查一下尿液里面的微量白蛋白 那如果异常 每三到六个月追踪检查 所以在糖尿病的控制里面 肾脏病的防治很重要 在台湾 两大照护网 一个就是糖尿病照护网 另外一个就是肾脏病照护网 那么照护重点的第五项 肢体末端病变 所以它会有神经上面的病变 还有逐步的病变 所以要做逐步检查 这个就是你们有听过所谓的 糖尿病足 对不对 DM足 也就是糖尿病足 就是高血糖的患者 它的容易感染 那感染之后伤口不容易愈合 就容易溃烂 那溃烂 如果溃烂的比例很高 那就可能会导致要节肢 那这个当然是 你常常有在做检查 就不会到这种需要节肢 可是如果不注意的时候 诶 组织溃烂 那就可能最后没有办法 必须要节调末端 所以有句话叫做 知足常乐 它跟糖尿病有什么关系呢 哦 是说得到糖尿病之后要满足吗 嗯 足 刚刚说到 糖尿病足 目前台湾节肢的病患中 有三分之一是糖尿病患者耶 可怕 很多吧 真的好多哦 所以糖尿病的逐步病变 它是所谓糖尿病里面的慢性病发症 心血管疾病也是 也是 所以控制良好的血糖 是预防逐步病变的最基本的要求 所以在糖尿病这边 从头到尾一直在提到 控制血糖 稳定血糖 真的很重要 好 所以要怎么样知足呢 你要对你的脚有点熟悉 每天检查你的脚 是不是有切伤 伤口 还有撞伤 还有 洗干净擦干你的脚 那脚的缝缝之间 也要记得要注意 还有穿着适当的斜袜 来这边问一下 建议糖尿病的患者 要穿白色的袜子 还是黑色的袜子 猜猜看 糖尿病的患者 一般 通常呢 如果有伤口 那有伤口受伤是不是会流血 那你如果穿黑色的袜子 不容易看到 那因为糖尿病的患者 他的肢端末端 感觉比较顿一点 所以他不容易察觉他自己有受伤 所以建议是穿白色的袜子 当你有受伤伤口 有一点血迹的时候 马上可以看得到 那绝对不要赤脚走路 那这个常常会出现在 比较乡下的地方 那或是农夫 那他本身有糖尿病 然后又赤脚走路 所以这种比例而导致感染 而逐步病变 节肢的比例真的很高 那当然 不要吸烟 不吸烟 糖尿病的患者 他本身 自由肌 DM的患者 他本身的自由肌产生量很高 Free Radical 那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 很多被认为 跟自由肌的生成量过多 有很大的关系 那抽烟本身也是会增加自由肌的产量 好 那这时候如果说你需要剪指甲 一定要在你看得很清楚的时候剪 因为有时候你剪了一个洞 自己并没有发现 老师刚刚有说 他其实脚的神经比较顿一点 所以你剪了一个洞 流血 自己没有察觉 然后也没有去注意 也没有去看医生 所以这时候就很容易造成感染而溃烂 那么如果说有肌炎或是硬皮的时候 就不要剪 脚颅 有伤口 不要想说 哎呀 那个就一个小小的洞而已 没有关系 糖尿病的患者 如果脚上有伤口 一定要马上去看医生 一定要马上去看医生 这时候会导致严重的逐步病变 才不会落到需要节肢的命运 好 那么糖尿病前面讲到他的判定标准 那当然现在控制的标准 哦 也要注意 这个考试也会考哦 考 那像这种控制标准 还有他的判定标准都要注意一下 他会随着每年ADA 他会有一些修正 所以你要考试的时候 一定要去看当年度最新的规范 ADA是什么 美国糖尿病学会 好 那就血糖来控制来讲 主要的A1C一定要小于7% 餐前血糖70到130之间 餐后一到两个小时的血糖 要小于180 好 这个要被清除 那么血压来讲 肾功能正常的时候 血压控制在 收缩压 130 舒张压 80毫米 拱住 但是如果说你肾功能低下 有CKD 慢性肾病变的时候 这时候 哦 又有微蛋白尿 Mineco Abuming Urea 好 就是 白蛋白跑到尿液里面了 好 这时候就是所谓的CKD 那这时候你的血压控制的就要更严格一点 125 75毫米拱住 好 这个就是血糖跟血压的控制标准 那么 那么自我监测血糖是控制血糖一个很重要的一项 SMBG 背起来 好 自我监控血糖 SMBG 那它的方法 第一型糖尿病 一天要测四次 一天要测四次 那第二型糖尿病 如果它的血糖控制的很好 每天一到三次 或一到四次都可以 或是它一天只测一次都可以 好 那第一型糖尿病 它的四次是 每日的三餐前 加睡前一次 所以它严格的监控血糖很重要 所以第一型糖尿病其实很辛苦 因为它终生都要施打一到处 而且每天还要测四次 一天到晚都要扎针 所以一定要好好做好心理建设 然后一定要有足够的知识跟尝试 那当然这时候家人的支持是很重要的 好 SMBG的重要性 详细的记录血糖的测量时间 跟数字 现在的血糖肌很好 你不用自己用手记 它自己会记录在机器里面 所以你每次去回诊的时候 只要带着那一台机器 去给医生看 医生就可以知道说 你的血糖起伏状况 就是说你吃的药物 然后你的饮食 或是你的运动 看看 这样一起控制底下 你的血糖是不是达到稳定的状况 如果说还是起伏的很严重 可能就要会诊营养师进行饮食上调整 或是用改用不同的降血糖药物 或是变动胰岛素的用量 那胰岛素当然也有分很多种 所以我们在后面最后一个单元也会上到 有短效的 长效的 中效的 所以医生一看你的血糖起伏状况 就知道你的控制的血糖 控制的好不好 那血糖是否有稳定 然后来进行下列的调整 诶 你7了没 哦 这什么意思啊 是说你有没有去7-11吗 哦 no no 他主要呢 就是提醒糖尿病的患者 糖化血色素 AYC 应该控制在7%以下 一般人最好要控制在4-6%哦 才能够远离糖尿病落实预防的工作 嗯 那在糖尿病对话网里面呢 都会有一些相关的影片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这个影片 今天的玻璃和麹 玻璃和麹 用来介绍 Doti 以后 cerner 40ken 2 3 임 2 2 4 5 unnecessary 3 4 這首是說 教訓這個病毒 永遠轉眼 來了 訓治療或通把藥減掉 而沒有將血液控制了 那才會造成很多的病發症 唉唷 真想的 恐怕 恐怕 我從五歲就開始入冊 我是第一型的卡妙病患 偵犯血統計 就是我的玩具啊 哈哈哈哈 加油 你一分手的話 你看起來很快 不行啦 你是要給吃飲料 而且要去喝 人家的食物 你可以一直吃太多 東哥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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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要給食物 你知道嗎 其實我從那邊出來看你 我現在都要做這個問題 比如說 最近好 是我經常 eerste點 口說 那是什麼不知道 不知道是不是 isse 喔 您是到 going控制的 或是開拓一大 當然也要聽她於說這些 當年新聞 publishers合作用 三項目的 百項目他多 真的 aupt過後大的問題 只要來講這些 都預先來教這幾個 nedpomw Dadsing 全國外的模樣是米花 阿公,這會有我們用其他料品 你讓他們的料品來控制我們啦 因為...給人家 不是咧,我們要讓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 一...二...三... 一...二...三... 二個合 阿公,這好像是最後的晚餐耶 對,我希望是最後的館餐吧 對,不要去喔 我還是送給你,健康的餅餅吃麻糬 對,不要去將餅餅的 competence 對,不要去嘗試 所以是想吃到會餅餅餅 對,不要去屁股 對,不要去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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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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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